當天抓的那一街西施蛇 蛇子是昨天抓的 比較小顆的 比較小顆的 那我的想法是 在這個活在蛇子裡面 存活率可能會再正好一點點 那我先剝了 6顆的這個 把殼包開的那個 所以他養龍蝦 可以從這麼小 就可以開始收集他的殼 那我們就把它放下去吧 備位時喔 進去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坤 歡迎收看阿坤的水族遊樂園 那這裡是我們那個 當天抓的那一街西施蛇 然後這個裡面呢 裡面有三個狀況 大概介紹一下 第一個這個呢是 已經 我已經放在這邊它有五天了 然後陸續有死亡一些 陸續有死亡一些 這裡又一顆 這一顆是 恍生中的 它死好像是可能我們挖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傷到一些 所以一開始就會死一些 然後裡面這個水的狀況就是 一隻這個從海水池裡面 花美池裡面流出來的海水 跟那個一隻淡水 淡水可大可小 我希望它嚴度調在差不多 千分之二十五左右 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那這個是資料裡面說 這一種貝類河口貝類 出海口貝類最適合 最適合最舒適的嚴度 然後我大概就調這樣 然後另外我們因為我們 這個是井水所以比較冷 所以整體的水質會比較偏涼一點 比我們天南海水再涼一點 然後另外這個 這個有沙子是 昨天抓的 比較小顆的 比較小顆的 比較小顆的我們就把它分類 第一個是比較小顆 我用沙子稍微續養一下 那它有的都鑽下去了 有的都鑽下去了 它其實鑽刷的 鑽刷的那個狀況非常非常快 那我在想 初期一定會死一些 所以我昨天放 放了一天放到現在 那大概死了有一層左右 一層左右 所以我們挖的時候 有時候是傷到它 那殼太薄了 有人說怎麼 可不可以戴手套挖 基本上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戴手套挖 你挖到它了 你只有沒有感覺 那你挖沙子都很用力嘛 所以大力一挖 它就破了 要破了 那破了就怎麼樣 就 它就當然一定會死掉 陸續會死掉 所以昨天到今天 就會開始有一些陸續死亡的 那所以我們就說 那不會馬上死 不會馬上死 可是會過一陣子就死了 所以殼破掉的都是這個狀態 還有這種這個 肉生出來這種 你也不知道它是死是活 也不知道它死還是活 這樣子 它有時候就怎麼 身體生出來 然後太緊張 我們下了它 急著關殼 然後把它自己漏 把它自己漏關在外面 這種狀態 蠻搞笑的狀態 聞味道是沒有臭 沒有臭 OK 好那現在我這又是怎麼呢 我早上呢 準備了一盆沙子 就洗過了 已經洗過幾次了 我想把它養在這邊 那這個沙子深度有多少勒 差不多 一根 一根食指再長一點的長度 差不多這樣長 我沒有辦法 就用到這18公分 然後太長了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比較小顆的 比較小顆呢 就是把它養 然後把它養在這邊 然後這要幹嘛勒 這就是比較小顆呢 我想說可以拿作為耳料使用 耳料使用 像我們龍蝦苗 就需要這些活耳 活的 活的比方沒被 那我等一下測試它 喜不喜歡吃這個 我還沒餵過 然後另外就是花枝 花枝也有時候會 它以前我也是不喜歡吃蘿蠟 因為它咬不開 所以我們這次丟下去一定會來爆 那會來爆之後 因為我就把它稍微 殼把它打開一些 讓它漏漏出來以後 看這個花枝喜不喜歡吃這個 那我覺得它吃這個 應該對它營養成分 也是不錯的海鮮之一啦 OK 那我們就現在先把它 這個都把它放下去好了 都把它放下去 那我的想法是 在這個活在沙子裡面 存活率可能會再更好一點點 那確定不會活的呢 它也基本上鑽不下沙子 水面沉不下去的個體呢 我就把它拿來用 大概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等它慢慢挖下去吧 好 那這個是比較大顆的 那這個可能就是 吐殺個兩天 吐殺個兩天就可以吃了 跳出來兩天 然後我要比較一下 這種剛吐殺兩天跟這種吐 10天的會不會肥瘦度也比較差 大概一個測試 那這也比較大顆 比較大顆 好 就這樣子 那你又說 為什麼不把這邊的 氣氧可以養比較久 是不是在這邊吐殺 當然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這邊吐殺 它就是有殺 它就是含到這裡的殺 那它還怎麼吐殺 所以這個意義不大 所以一定要在沒有殺的環境吐殺 OK 好那我們就大概這樣 然後等一下就是拿一些這個 刷這個沒有鑽下去 活力比較差的吸屍蛇 我們就把它拿來 拿一些來餵食測試 OK好 那就這樣子 好那我先剝了 六顆的這個 把殼包開的那個 吸屍蛇 然後這個龍蝦 好像經過兩次這樣開燈位置以後 現在開燈好像比較怕人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那個 它的脫殼 它的脫殼 那可以看到脫殼有個好事 就是表示 至少有看到殼 那一般呢 它有時候呢 把殼都啃到不見 啃到不見 表示可能沒有吃很飽 它就朝殼下手 這個殼 脫殼 這是脫殼啊 不是死掉 脫殼 OK 所以養農家 可以從這麼小就可以開始收集它的殼 那是不是很幸福的事情 從小就把它標本 從小到大收集起來 就像我們養小孩一樣 就像我們養小孩一樣 從小到大也有照片 我們有這個標本 立體式的 多少 如果可以收集起來的話 所以我覺得觀賞 做觀賞水 很多在問有沒有機會做觀賞水 我覺得很有很有 所以這之後阿坤會考慮這一條路線 那如果想養的 到時候阿坤幫大家磨福利 就是幫大家引進這個 批次引進 然後 先當然也是先把它測試說到底要注意試養 怎麼試養的最佳化 我幫大家測試出來以後 讓大家好養 好好在家裡養 大概要怎麼樣的水體 怎麼樣的那個 額料空置 怎麼樣的器材 當然我們如果要真的一毛不拔的話 那也真的是不要養它啦 建議是不要養它 不要養它 我們要在它基本上合適的環境下 去讓它成長 OK好 那我們差不多 可以開始餵食 我們要測試一下 因為沒有試過這個啦 沒有試過給它吃這個 沒有試過 那我怕會不會太好吃 我們人覺得好吃 不一定 動物覺得好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還是要測試一下 那我們就把它放下去吧 要放下去 味道滲出來 龍蝦就自然來了 有 有 出來哦 出來哦 太快了 太快了 那拉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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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啊 好像又有長大了一點 距離上次拍片 又過了五天 又過了五天 OK OK啦 這個很開心的感覺 沒有問題 應該 我擔心是多餘的 可是還是要 做生物 養生物的還是要這個 這個 從最快的打斷 還是要丟 所以這是個 上天賞賜的耳料 那可是也是要確定一下它 是不是龍蝦喜歡吃的東西 OK OK 好 那就這樣 應該是OK 沒有問題 那比較強勢它就會 反正最膽小 越強勢越膽小 我就會躲在那個 躲在那邊齁 跟人家搶這樣 六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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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裡面再三顆 三顆六顆 三顆六顆 可以再加 或加一顆 加減一顆都沒問題 這樣挖的話 其實量還算有 這樣子 至少目前的公務量 是算空配的 公務量算空配的 好 我們等一下去餵花枝吧 哈囉 好 那好 我們那個要來餵花枝 餵花枝 我早上有餵過那個丁香魚 丁香魚 那有吃完 都吃完了 那就來 算是下午茶 黃昏前的那個餵食測試 OK 那我們就是要使用這個 疑然叫海瓜籽 然後 甚至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西絲蛇的一個品種 西絲蛇一個是 你看殼很薄 我刷到手指一顆 比那個蛋餐還薄 一顆 你看那個 肉就可以露出來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那我就先 餵幾顆這樣 那這一顆 舌頭吐在外面 你到底死來活的 我也不知道 就把它取了 沒有臭味 應該是 算是活的 好 大概就這樣 我就看 他們進食的反應 那 那就是知道 作為我以後那個 一個耳料的參考 因為以前在餵都是 貝類都不吃啦 加上貝類又很貴嘛 那現在竟然有那個 可以自己採集的這個 海瓜籽 海瓜籽 海瓜籽這個 七絲蛇 那我就想說 那就來使用看看 也作為一個 耳料的參考 這樣子 哈囉 來囉 好 那我就準備把耳料丟下去囉 準備餵食囉 沒看過 沒看過 應該會吃吧 我殼都扒開了 對啊 然後只有看 正是殼不用扒 我看他會不會吃 希望他們可以自己 吃了吃了 經過上次雞蛋 蛋蛋的訓練以後 開始會吃這種 有外殼的東西 吃 嗯 讚 好 再一個 嘿 讚 而且他 蠻小顆的 其他好像沒有地方 可以讓他去搶 OK 然後這個又營養 又那個 應該營養對他來說很棒的 就是看 試口性 應該 經歷了這麼多的磨練 應該 吃一些這個東西 應該算是比較正常的食物 對啊 一般人都沒吃那麼好 可是有的還是不喜歡 你看 還是吃的很 掙扎猶豫 你看 不是每隻都喜歡 還是有飄動的感覺 那我餵一個這個沒有 沒有敲開的 試試看 沒有敲開就不吃喔 再撥一個 蚊子好多 越來越多 開始 可惡 是不是沒撥開比較沒味道呢 這就不知道了 沒吃過的好像興趣不大 有撥有丟才有呢 我再丟一個 不會 不會吃啊 就擺動一下 那我再丟一個 好像還是比較吃那個有敲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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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敲過了好像 是不是真的味道沒散出來就不愛 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再撥吧 看來是要吃的感覺 還是願意吃的 這撥兩個了 因為只是測試啦 其實今天正餐已經吃過了 這只是一個測試 那比較不餓當然就不會來吃 最後兩顆的機會 又猶豫了怎麼樣 在那邊看 在那邊看 好吧你就看吧 你就看吧 那不管了啦 因為至少是看起來有一半的 一半快一半左右的會吃 快一半左右會吃 然後應該是 之後再陸續訓練應該有機會 因為至少 知道的話 是這種生物吃這個羅貝類 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沒有問題 那只是後續訓練的問題 如果是完全天生不愛吃這個東西 他就會吐掉 又不能接受的味道 那現在沒有看起來是ok 他可以接受 所以就是可以訓練 有訓練的方向餘地 這樣子 只是他沒有吃過這個羅貝類 他不知道這個味道 要怎麼跟他吃法這樣子 那我已經把殼撥開了 所以應該比較方便吃 可以引導他以後知道 甚至可以自己把殼咬開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西施車回來以後的處理 跟續養 然後以及小龍蝦 龍蝦苗 錦繡龍蝦苗的那個 測試 測試餵食 跟這個小花枝的測試餵食 那以上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打開 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發布訊息 阿昆的水族遊樂園呢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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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